SRF报告第十周的议题 第一个是流感部分 这是过去三周的社区病毒的流感偏测 可以看到目前阳性率45% 52%是流感 目前近三周在流感里面 流感阳性的比率是24% 上礼拜是28% 另外就是大流行的S1-1的新型流感病毒是62% 它上个礼拜是76% 另外一个是B型流感是增加了 现在是34% 所以现在大概会往B型流感的病毒比较多的 那就是全球流感阳性率的一个分析 活动率比较高的 大概就是美洲还有这个北美洲跟俄国这边 就整个流感的活动比较高 这个全球人类H5N1的禽流感的病例 上个礼拜埃及跟印尼各新增两例 所以大概今年就是总共有16例的病例 那有9例的死亡 那有三个国家有这个人类的病例 那分别是印尼 埃及跟柬埔寨 那麻者的部分大概跟各位讲 就是说没有新增 那还是一样 昨天的新闻稿就是3例 大概去年整年我们才12例 那最高的就是2009年48例 那同期比较的话 那今年是有三例 不过有两例是分子 那一例是精患 那只不过这三例都是 我们经过病毒的分型 是大概都是属于同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 所以今年应该也没有说特别的高 但是因为它整个传染力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今年其实我会特别提出来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增测到10例的德国麻者 那如果比起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同期的话 今年应该是特别高 271 今年是比前三年还要多 但是今年的状况是 我们侦测到9例的境外一路啦 所以其实表示我们的侦测能力还算不错 所以我目前看起来这个 其实是一个好的poot slide 那poot slide的话 大概就很简单的一张slide 就是往下降 那所以结论的部分 大概是针对刚刚的流感疫情 其实是有稳定的下降 那大家刚刚看到 像这几个急诊跟门诊的疫情 没有往下降的原因 那我们有去分析 有去打电话 去跟各医院的医师谈了一下 那目前大概结论是 可能是其他肺炎就诊的人士 便未下降 那另外对于民众 有可能对于肋瘤感的症状 更紧绝了主终就医 另外针对麻疹的部分 我们要特别呼吁就是 这是一个传染性非常高的一个疾病 所以大概是针对台北市 甚至全省的医师如果有 有进到有发烧跟出疹现象的 疑似麻疹病人都尽量的通报 那幼儿也尽量到了年龄就去打疫苗 那有关德国麻疹的部分 大概就是说 今年的确定率虽然是比较高 但是其实它是因为 境外移入的病例是有九例 只有一例是本土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针对 尤其这九例里面有六例是来自越南 那就是针对这个民众 如果要去越南旅行 就知道说越南这边其实可能在流行 这个德国麻疹 那也呼吁医师可以注意 这个德国麻疹疾病的通报 谢谢 提供了 我觉得搞破的 他是六条 岁前老闆 你这是个优手 你这OUT